我问你几个问题 您说 它有什么孕期的 不良反应和基础病吗 孕期的反应特别大 前三个月的时候 是吃什么吐什么 而且怎么说呢 它从小是不喜欢吃肉 闻见这肉味就吐 前两天检查了以后 人家说了 它有一些孕期的 糖尿病血糖有点增高 血压呢 血压不高 可是甲状性也挺高的 那我再改一下 我现在那个血糖 其实也是在 可控范围之内 就是我在测血糖 那之前那一天 可能吃水果吃的 有点多了 我们平常 其实我的身体非常健康 那你甲状性那是早的 那甲状性的大夫说了 时常地去监控它 定期地去检查就可以了 也不是说到了一个 被得用药干预的时间 对对对 那行 我也换来换去 你也换来 换来一样 小王 我现在 我这儿怀疑你 你不要道貌岸然地 打着爱媳妇这个旗号 简称爱旗号 忽悠我们这些 善良正直的企业家 我问你一句 您说 你是不是伺候他 现在伺候有点烦了 耽误你事比较多 你想打着这旗号 给弄回家去 你省事 我伺候他是有应该应分的 我每天的平均 顺便不到六小时 早点的话 基本上都是我在家做 你起来做早点 对 我呀 我这个 我今天啊 我就是一个 没有立场的主持人 你好样的 你一般给他都 都怎么颠配 套点西兰花 弄点红萝卜什么的 他喜欢吃素菜 我明白了 跟养兔子一样 少油 少盐 给他煎个鸡蛋 烤个面包片 有时候他馋了 也想吃点什么 煎饼果子老豆腐什么的 你现在最早 一般几点起 差不多是五点 给他做完早点 不到六点吧 我再叫他 这样的话呢 让他多睡个不到一个小时 你还不挺他 你的良心何在 赵小叶 你的良心何在 王亚云 你不应该挺挺小王吗 我觉得小王 挺他爱媳妇的行为 我跟你说啊 倩倩 工作呀 兴许还有很多 老公就这一个 咱省着点用吧 我觉得 上班费老公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上班费老公啊 我们单位同事也这么说 说我天天呢 打两份工 一份工啊 在单位 一份工在我媳妇那儿 而且你今天刚一上台的时候 我看你这三十四 我都感觉你现在 有点像四十三的都 忒这个 着急 不是着急 就疲惫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 他不是照顾我疲惫的 他就是天天的 那个担心我疲惫的 其实我很正常地去工作 你放下心来 而且我又很开心 然后你就放手让我去工作 你也不用那么疲惫 他这事其实不用我们调节 你跟倩倩领导反应过吗 你就说你看倩倩是这情况 对 您别提件事了 好几个月以前呢 我就给他们单位领导 打过电话 领导还挺理解我 打完电话 他知道以后 好像又把我吃了一样 为什么呀 他说谁让你 瞒着我 给我单位领导打电话 你有什么权利 还好一说这个 你知道你这个电话 对我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吗 首先我们单位呢 是一个萝卜一个壳 如果我不去的话 另外一个老师 就会把我的那份工作去做了 人家负担就重了 对对对 而且领导 领导真是颠沛 请工作来讲 真的 我这现在就都乱套了 要不然再给我来一座 我就一块插着 我看哪个顺眼 我立哪个 我之前有一次 他打完电话 然后我也听他的 就在家里歇了一周 领导就给我打电话了 就说如果再歇下去的话 就绩效工资啊 就各方面就是受影响了 这话外之音不就是说我该上班了 所以你赶紧回去 对啊 而且就是单位里同时怀孕的人挺多的 一个五个 你说人家都不歇 我天天在家里歇着 人家怎么在背后说我呀 我里外里在家里做这么多思想工作 你还是不明白 到底是绩效工资重要 还是你和孩子的身体重要啊 但是你说我在 保证我自己身体安全的那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的工作 大卫你不可以老换了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说得对 我觉得那个吴八尧说得对 大卫不可以 我这现在是不得已啊 我这不是不可以啊 我这太推难了 你们俩谁说的听起来都有道理